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回想起那种氛围是很 我觉得是很美好的那种气氛 在那几年里面你就会觉得说 里面有很多理性的思考 然后里面有很多感性的奋斗 但是没有人在求回报 然后这个 但是你会发现环境对你很好 所以我一直很感恩这一点 好像是有努力 然后环境就对你有一个正面的回报这样 我们过去都认为说那种白手起家的过程 在那样子的年代里面是很可行的 你只好愿意投入心力 要付出努力 你就有可能改变你自己原本的命运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反过来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开始想要 他很想努力 但是他怎样他就没有办法跳脱他现在原本这样子 所身处的环境跟框架 他光是要就学 他可能有重重的障碍 就包含说他现在的各式各样的学贷 然后好像租房子 房贷等等问题 那我觉得孟子昌我们这个世代的那个反抗的精神 或是说那种高亢的情绪也是来自于一种 我想要追求一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我追求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得到 所以对他来讲他只能更进一步的去挑战 现在的体制 我觉得台湾慢慢步向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不再是 只是button top down下来 就是说由这个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发号司令 然后大家就跟随领袖就好 还可以button up 来自整体社会底层的声音 把一个主张凝聚起来 把话讲出来 尤其当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在这几年经常是由年轻的世代来主导的时候 这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充满了希望 我的理解会是说 我们从头到尾我们这个世代 没有掌握过任何意思是一毫的筹码过 然后 然后而且我们所处在的条件是说 你想手心积虑的想要怎样要到那张牌 要到那个筹码你都要不到 你从一个身无分文的这个混到这个赌场里面去的一个小孩 然后你突然 突然给你了一张筹码 然后那张筹码你开始知道说 你要如何喊价喊到让这个筹码变得有价值 而且让这个筹码有办法赚钱 就让这个筹码真的有办法能够获利 你是有那个权利跟机会去把 你接下来要说的话说出来 而且你的做 你的一举一动跟你的参与 都是有改变的可能性 我是觉得现场蛮欢乐的 我就直接跟那个朋友讲说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气氛 公民运动不需要老是用流血冲突或者很悲情 然后这个 我有一个主张我可以用 也可以用很愉快的方式 用很开放的态度讲出来 用这样子温和跟欢乐的方式 就可以让当权的 手上掌握这个政治权利的人 就不得不放下他原来的身段跟价值 来聆听社会底层发出来的声音 我认为这是好的 但也因为这样很多人忘记 其实第一天打进去的时候 那是一个 那是多么高度冲突跟激烈的情况 包含这一波运动 为什么会声势这么的浩大 会有办法激发出这么多的社会能量 我觉得也是一个长时间 大家在街头上面这样冲撞 翻墙 然后丢鸡蛋 说慢慢 甚至说这个丢鞋子 慢慢所累积出来的能量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岛国 资源不足 你不太可能用锁国 然后就达到国家安全到经济发展 通通自我满足 我提出说 你没有办法用静坐 来对抗三星跟苹果 这是很简单的事实 且有人很悲愤 讲说 童子嫌你不可以把这个问题 推给林非凡 这个世代 我对于这样子的批评 我完全接受 同行里面就有很多人 互相辩论说 哎呀你不签福帽 是不是我们的经济成长 今年就没有办法达到这样 我就跟他们讲说 经济成长慢个一两年 再来成长那几% 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台湾的体质 变得更健康 那个成长三%两% 你慢个一年两年 那个不会跑掉 对福帽提出来的论述 我们对这个自由贸易的反省 其实我觉得要强调的都是 都是回归到这个国家本身 这个岛国本身 我们到底牺牲掉哪些 哪些东西 我觉得现在为什么会有强调小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一种最大的反扑 但是我们在过去的台湾社会底下 包含台湾现在经济范围模式 我们提供给这些大企业大资本家 非常多的这个 不论是他们想要开科学园区 想要做土地征收 有非常多优渥的机会 非常多的这个 台湾年轻人 他们开始慢慢回归到 这个在地农村里面 然后他们从很小的事情开始做起 包含他们可能只是进去 回到农村里面去做这个农村里面 帮忙农村的产销 帮忙这些老农 他们原本卖不出去的东西 他们开始做 帮他们做产品上的改善或改善 或是这个行销管道上面 他们帮他们建立通路 我自己是从草根里面长大的产业 然后我刚开始警觉到自己大的时候 我一直跟内部也跟外面讲 我们不要大 我们不要大 我很感谢环境给我们的机会 这个环境是因为市场99%都在外面 那全球的这个消费者就欣赏华硕这一套主机板的方式 我们不到三五年间就一直大起来 就到第五年代 影变全球第一名的主机板公司了 那我自己反省一下 因为这样子带来给我 认为自由化跟自由贸易是理所当然 但是我到这个阶段 我愿意回头过来讲说 不是这样 我今天跟崇鑫先生聊 我觉得这样是收获很多 坦白说 我觉得因为我们过往对 对 这很直接的像 就是我们过往对于这个大企业大资本家 有一种既定的想象 但那个想象可能不是太好 就是说 就是我们过去真的的确对于一些 碰到企业家 比如说我们都会投射某一种 我跟你说 你的想象有一大半是正确的 对 如果我的子女扮演的是像 这个丁非凡走出去的角色 我会给予很大的掌声 我们这一代的资源的掌声 掌握者或者政治权力的掌握者 你的工作自己可能就是要不断的 不断的要布局 让很多新的世代有机会去历练 在这个历练的过程里面 有舞台然后有活动的场域 那这样台湾人才会源源不断的出来 我只是会期待自己说 我们接下来在假设都未来十年 二十年之后 我们这个世代 无论是在怎样的社会位置上面 有办法同样有像现在这样繁星的精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